大家去寺廟到拜神那時可能會添上香油錢 但位於印度卡拉拉邦首府的這間印度教神廟 就絕對不會稀罕那小小的香油錢 因為神廟內的六個地下墨室埋藏了大量寶物 其中五個打開的墨室有總價值超過100億美元的黃金和寶石 而最後一間被稱為B墨室的寶庫 更是由堅固又華麗的大門及重重的特種部隊守護禁止開啟 這是因為根據印度教的傳說 神廟充滿龐大的魔力 一旦寶庫的大門被打開 門上雕刻的詛咒象徵 這兩條巨大的眼鏡蛇就會現身造成滅世災難 據稱秘密室的寶物更是價值連城 不單有大量的黃金、寶石和雕像 還收集了很多來自古代歐洲的文物的具歷史價值 不過自從秘密室發現以來 已經有很多人不怕詛咒 試圖將寶藏具為己有 連管理這座神廟的貴族後人都跟當地政府爭產 寶物要靠口重的大門來保護 那你貴族個人資料又要怎樣保護呢? 這個時候就要NordVPN出馬了 NordVPN是一個可以令上網更安全的軟件 它會加密你的電腦或電話的所有通訊 防止你的個人資料 甚至買東西的信用卡密碼 經由不安全的連線洩露出去 除此以外 NordVPN擁有雙重VPN功能 可以將你的通訊經由兩個不同地方的伺服器去處理 而且它是嚴格遵守無日子規則 安全度就更高了 再配合特製的CyberSec功能 幫你阻擋廣告和危險網站 以後上網就不用擔心受怕了 現在申請NordVPN即可享有低至三二折優惠 跟手送多你一個月免費使用 用過之後就算不滿意 都可以在30日內全數退款 只需要一個帳戶 就可以同時在六部機登入 電腦、平板、電話都可以使用 是不是很划算呢? 快點去螢幕上的網址 去NordVPN.com slash PapaHP 並且使用Coupon Code PapaHP 和Papa一起申請NordVPN 現在先說回正題 印度教作為最古老的宗教之一 真是對世界有很大影響 就連佛教都繼承了不少印度教的元素 在東南亞佛教國家 老窩就有人拍到 有個和尚很輕鬆的赤腳 走上一座很陡峭的山上 當時拍攝者還要搬著繩子爬上這座山甲 可見這個和尚的腳骨力真的非同凡響 有網民說 在老窩的寺廟大多數都是在山上 所以和尚每天都要走很多山路上山下山 才能練到這一身好武功 他們平時還要敲鑼打鼓 所以很多和尚都很健碩 現在再說回印度 最近有一個印度教徒非常出名 他自稱擁有操縱磁力的超能力 還周圍表演 將不同的金屬物件吸附在身上 雖然他的超能力看上去是似無似樣 但大家有沒有留意到一個破綻呢 就是他的所有表演都要除了衣服來做 不過如果他的身體真的可以發出磁力 就算隔著衣服都完全可以作用到金屬物件之上 而且量度磁力非常簡單 只需要把指南針過去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其實這些自稱有磁力的人 都只是因為皮膚光滑而且潮濕 令皮膚產生黏性 再加上他表演的時候輕微向後傾側身體 才可以做到吸附物件的效果 這個時候只需要在他身上撒一些爽身粉 他就會失去所有的超能力 想不到Papa去到第二頻道都要破解 講開又講 如果大家去搜尋關於印度神廟的新聞 你就會見到大部分媒體都會引用這張照片 我都用了他做試意圖 但是根據我的調查 相片只是在2004年的一個3D制圖比賽中的參賽作品 相片是用3DX Max製作 我還找到了他的設計圖製作過程 和另一個版本 接下來我會做更多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上Facebook給個Like吧 放到1,2,4、4,4 再給我了1,2,4個